工作室 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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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的 好 開始 好好 抱歉 來 Camry 的車友 大家好 經理自己也是開 Camry 的 所以介紹起這款車更有親切感 因為我自己也特別喜歡 Camry 經理最喜歡 Camry 的有兩個地方 我是開六代的 它的冷氣超舒服的 特別冷對吧 有 Camry 的如果車友們知道說 這個冷氣狀況 壓縮機狀況 還有周邊的狀況 顧得好的話 這款車的冷氣特別特別的涼 第二點就是 Camry 六代有 3500cc 277匹 所以馬力的話也是相當不錯 所以經理特別特別喜歡開這款車 今天這款車是五代的 之前有分享過的是五代的 3.0 這款車是五代的 2.0 要改裝成 KT 的版本是道路版本 其實車主的需求也是盡量 比較偏向舒適為主 那本來的話是裝的是日本的 Team 那裝這個品牌 大部分的車主需求都是希望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是 Team 的話因為損壞了 所以有車友幫我們介紹 那今天的車主才來考慮 KT 的品牌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KT 跟車友們拆下來的 Team 大概有哪裡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也是很棒的品牌 這個是日製的 日本的 那這個品牌 像前面後面的上座 其實它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來可以看到它的上座是有一個斜度的 這款車我們稱之五代 它的年份是從02年到06年 06到01還是12就變成是六代 那五代的話它的前面上座跟六代不同 它的前面上座是有斜度的 這樣拍得到嗎 拍得起來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這個斜度是非常重要 但是 KT 的話 我們有做了專用的斜度跟專用的上座 來給這款車來使用 所以是不需要沿用原廠上座的 所以上座的話 KT 有附新品 那前面的彈簧 這個算是直捲彈簧 KT 的話為了這款車 因為要讓它舒適一點 所以我們打了一條彈簧 是大捲的燈籠狀彈簧 待會再來跟大家來介紹 這是前面的部分 至於後面的話 這個上座很討厭 一樣有斜度的 這邊比較高 這邊比較低 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所以這個上座 如果有做強化上座的話 那它的圈徑就會變得比較小 但是強化上座它做出來的斜度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像原廠一樣 那麼的跟上座服貼 所以它的異音率就會比較高 KT 的話不用沿用原廠上座 KT 專門做了一個上座 原廠型的上座 給 KT 的自駕的避震器來使用 所以前面後面上座的話 萬一規格不對的話 車友們應該很清楚 後面的話就特別會容易有異音 那這一台車後方的彈簧 KT 更用心地打了一個 跟副桶一樣大圈徑的彈簧 來讓它的舒適度的話 能夠提升得更多 當然經理介紹了這麼多 都沒有說服力 其實最有說服力的方式 就是 KT 的工廠裡面 就有 Camero 的實車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當然很歡迎車友來試乘 這樣才比較客觀 好 那訂的話介紹就到這裡 那我們來看一下 KT 裝上去的一個狀況 前面的話以這台車 2000cc 配置的彈簧公斤數是7公斤 是燈籠狀的7公斤 然後後方的話4公斤 250場 大全徑的彈簧 車友其實也改了不少東西 譬如說輪胎旅圈的話 有改了17吋的規格 然後煞車的話 這個是高動力的煞車自動系統 前面上座有斜度的話 把鏡頭從這邊帶一下 它的上座這邊 這兩顆螺絲比較高 比較靠近引擎的這邊比較低 所以它是有一個斜度的 KT 特別把這個斜度把它做出來 所以做出了一個上座出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旋鈕 這一顆旋鈕 就是在來讓車主可以調整軟硬的 那調整的方式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 往順時針 往這個方向順時針 就會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會變軟 而且這個軸層都是很高檔的軸層 那這些零件 KT 的話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這些零件或者是防塵套 饅頭任何一顆螺絲 如果日後有損壞的話 不需要換總層 只需要換單一的零件就可以了 這個是工廠才比較具備的一個優勢 這條彈簧 它的彈簧線跟線之間的距離很開 那這樣的用意 就是讓它的舒適度能夠更好 然後這裡的話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 像這個已經改了多活塞的卡鉗 它的煞車油管已經改成是金屬的 所以也都有適當的固定點可以來予以固定 那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規格就可以了 像車齡我們有一般遇到 甚至是四代也好 或者是五代六代 車齡其實都差不多 大概快接近十年以上的車齡 那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經理都會特別交代師傅 像離載串的部分 還有這一款車的話 在前後防清桿的橡皮 萬一橡皮跟防清桿的間隙變大 遇到坑洞就比較容易會有異音 所以這個都是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一併特別留意的地方 那今天的車高 因為車主本來就已經改TIN了 車高其實就有降了 那今天的車高 預計跟剛剛開過來的時候的TIN 是一樣的 大概是一指半左右 KT的話這一套系統 車高也能調整 然後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而且這一套系統 比剛剛猜下來 TIN好在 它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像剛剛那一套系統 它是靠 如果要高一點 再把彈簧的比短一點點 它的磅數變高 車高就變高了 但是這樣的話 如果我們把彈簧比緊的話 車高變高沒錯 可是它的乘坐的感覺 就會變得比較硬朗 那KT的系統 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這個系統 它是靠下座的相對的長短度 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調高或調低的乘坐感覺 都是超異不了多少的 所以比較全面性一點點 那在仰角部分的話 也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這個仰角的上孔的固定螺絲 KT的設計有一個橢圓孔 那橢圓孔的用意就是在 我們待會裝好的時候 要去上定位機 那上定位機 有可能前輪的Camber角度 每一台車因為降低的幅度不同 所需要的角度就不一樣 但是這個做了一個橢圓孔 就變成能微調它前輪定位的Camber角度 細膩度的話 已經都做到這麼細膩的部分了 那至於用料的話 剛剛那一套TING 它的壽命也都很棒 因為用料也都很好 它所使用的油封 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KT的話 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而且主泥油的部分的話 又更高檔了 我們使用的內部填充的主泥油 是使用意大利一整桶 200L原裝進口來台灣的主泥油 這個是意大利IP的主泥油 這個油品相當的不錯 如果車友們有機會的話 可以Google一下 有問題 有人說7.5代的Camber KT是多少 7.5代 剛剛 那個是下午嗎 還是早上 早上剛好有一台 早上 有一台7代的車友來試乘 也有計畫要安裝 但我們今天車已經滿了 7代 不論從5代 6代 7代 7.5代 甚至是8代 這些日系車種完工價都是2萬6 2萬6的話 有包含前後上座 這個都是全新的 還有包含安裝跟定位的所有費用 那我們來繼續來介紹後面 後面的話它的系統一樣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所以可以介紹的是 我來拿燈好了 是它的彈簧是一個大圈徑的系列 看這個彈簧那麼大一圈 那麼大一圈的話 其實它的彈簧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們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的避震器在作洞 它的幅度不會只有直上直下 如果是直捲彈簧的話 我相信 Camber的4代5代6代7代 後方一旦配直捲彈簧的話 後方就會特別的跳 那配這樣彈簧的話 其實它的乘坐感就會非常非常的舒適 因為畢竟這台車不是很運動化的車型 如果我們把它設定的太競技的話 那一般的車友接受度都不會很高 那像今天來安裝的車友 也是因為他試乘過KT的避震器 那也聽車友們的介紹才來安裝 所以這款車其實我們用了很多細心的地方 讓它的乘坐感覺能夠比較舒適一點點 但又不能不時操控 所以在很多細節上KT都很用心 那像這個後方的話就比較單純一點 離載串的固定點 ABS感應線還有油管固定架 這些都是跟原廠一樣的位置 那後方的話這台車有一點特別注意的 就是像剛剛這個防輕感的橡皮 還有離載串這些壽命的話 可能拆裝的時候都要特別特別留意一下 那這一台車的後面阻尼的旋鈕要怎麼介紹 你從這邊拍我從那邊進去 好不好 CAMELY五代六代 在調整阻尼的時候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因為需要把屁股做的椅背 椅墊還有椅背 這個都需要拆開 拆開之後才有看 才有辦法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然後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 但是KT的話做了一個旋鈕 延長的旋鈕 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就不用再把這個椅背把它拆起來 所以就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那這款車我們公司裡面就有試乘車 所以再次的很層次的邀請車友們 如果對KT的產品有興趣 很歡迎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當然啦避震器的話很多的車友 都是在板上來詢問車友們 用哪一個品牌之類的 但是這樣的詢問方式 其實都不是很客觀 因為也許有可能 我開車的習慣比較快 我需要的是比較運動化的版本 那有的車友他只是想要把車高降低 希望把他的視覺感覺 變得比較跑車化一點點而已 所以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太一樣 那比較客觀的方式就是 車友們來KT的工廠裡面 試乘看看一樣CAMERY的車款 那覺得產品有滿意之後 再來考慮就好了 好以上是今天 KT道路版避震器的一個安裝直播分享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 再請跟我們小朋友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